天氣一旦越來越冷呢 大家怕冷防寒要雙管齊下 由內呢 像剛剛很多人可能想喝薑母鴨對不對 由外呢 最好是穿的衣服可以越暖越好 今年冬天的暖箱機啊 所謂的發熱衣再升級 保暖號稱再加倍 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的記者去實測 已經立冬天氣越來越冷 發熱衣從電視廣告 夯到網路平價衣 過少業者已經大舉備貨 準備迎接寒冬 中間新聞直擊網路平價衣 業者趕工備貨 今年發熱衣也在升級 打出自行研發的中空蓄熱 保暖纖維 強調保溫效果 今年有提早在做的啦 我們是希望說 今年有三成的成長 比去年有三成的成長 今年發熱衣走科技風 超商業者強調 使用遠紅外線陶瓷 主功能吸濕發熱 另一家超商則是標榜 和中研院合作推出 有透明導電材料的發熱衣 強調不只能吸收體熱 還能吸收外界光源發熱 我們希望就是說 除了吸收外面的一些熱度 能夠保留在衣服上以外 人體本身的一個熱度 也能夠保留在衣服上 但到底效果如何 我們比較一般衣服 和兩款不同品牌發熱衣 進行實測 穿著一般棉質衣服 大約是31度 換上A牌發熱衣 則是33度 B牌發熱衣 32.8度 發熱衣 和一般衣服比較 大約能讓體溫 提升兩度左右 看準天能 各家發熱衣 比效果比噱頭 但保暖效果 還是要看消費者個人感受 以及穿著習慣 記者曲小貝 陳青順 鄭仁宗 台北報導